大家好,我是Mr.Edmond So, 今天會來跟大家講一下 HKDSE 2017 Mathematics Core, Paper 2, Session A, Question 2 第二條就是一個index的數,看看如何處理它 一講一下index,我通常都放index law在這裡,讓大家看一看 我們更加重要就是index definition 2的3次就是二雙乘,A的N次就是N,那麼多隻A雙乘 第一時間把它調上去,3和9沒什麼關係,先把它轉成同體 3的2次,2和外面的指數,兩個指數是雙乘,這些是指數定律,我們通常是學的 好,接著就是這樣,上高就擁有444隻衣服,下低就擁有1110隻衣服 那怎樣呢?我們做一個約減的,這個就是指數定義來的 有444隻和111隻,那剩下多少隻呢?剩下66隻,我們就會做一個扣減的 基本上如果你是熟了這個instead definition的話,那你就這樣做約減就可以了,這句都可以省下的 好,看看方法2 好,方法2其實做法差不多,不過來到這個呢,上高有444隻,下低就有1110隻的 那我就寫了一個類似是份數物體給大家看,為什麼呢? 這個是份數來的嘛 那我們就想,哦,份數只有兩個玩法而已,不是抗份就約減的啦 如果你由21 over 28走到3 over 4,當然就是約減啦,就約走了一個公恩子7啦 這裡也都有公恩子的,就是公恩子3的444次啦 約完之後呢,就得出同樣的答案的 咦,還有method 3,先看看,method 3 哦,method 3就是這樣的,就是真的純玩指數定律啦 OK,那不要管它什麼鬼,把它呢,轉回做那個負指數先 負指數呢,這樣就兩個數字相成 那就是指數相加,哪怕前面那個是負數,照樣做相加 OK,就是一個負數加一個正數,就是相加啦 那你都可以計算是負3的負666次啦 那就記回負指數的定義啦 那就是1 over a的p次,即是等於a的負p次啦 那你懂得玩這個呢,也會出回最後答案的啦 好 說到這裡,完了,都是大家啦 好,八頭公女畫多年,看看對上一年 對上一年呢,指數通常擺在 question 1 那呢,你看一下,你可以回去重玩一下 那,這次我們呢,就搓到三底 那這次反過來,搓到是同指數的,就不是同底了 就是,對上那年呢,原來玩同指數的 那再對上一年,看看有什麼環境 對上一年呢,其實 做的事呢,比較大同小異的 那只不過是給大家看清楚當年的 那也是可以玩那個分數的方法啦 OK,那有什麼問題找我啦 我只能夠教導你一點點的知識神卻 教導你生命有緣的,在時代教會見到,大家拜拜 拜拜